上礼拜OpenAI发布SORA震惊了全世界 影视界哀嚎声不断 做动画的怕失业 拍影片的怕饭碗保不住 AI生成影片直接从几秒钟的时间 直接突破到一分钟 而且画质非常的真实 也不会出现以往的扭曲画面 这也正式开启了AI生成影片的原年 这是什么是跟你知道的 哈喽大家我是Shane 新闻过了一个礼拜 有在关注AI消息的朋友们 对SORA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但是除了能够产生一分钟高保真的影片 它还有其他很恐怖的功能 让我来一个个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计算量的增加 产生的效果品质也会提高 简单来说就是越多越好 画面上目前看到的是基础的计算 有点就是变异的怪物 但它把计算增到四倍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一只狗 虽然动作还是有些僵硬 但至少不像基础计算的影片 什么都看不出来 而当把计算增加到32倍的时候 结果其实与现实非常相近的 过去的图像和视讯生存方法 通常会将影片调整大小 剪裁或是修剪为标准的尺寸 例如256x256 解析度4秒的影片 而SORA可以取样宽荧幕 1920x1080p 与垂直的1080x1920 在内的所有影片 就可以直接以其原生的宽高笔 为不同的设备创造内容 在生成全解析度之前 还可以快速的生成解析度较低的影片 来节省时间预览创作的结果 在语言的理解上也有非常高的准确性 与达力3类似 SORA也利用了GPT 将简短的使用者提示 转换为较长的详细提示词 然后传送到视讯模型 这使SORA能够产生 标准遵循用户提示的高品质影片 毕竟是同公司的支援 不用白不用啊 画面上可以看到 当选择了不同的提示词 出来的结果 也会依照可行性来改变不同的影片 例如一个女人 穿戴着绿色的服装与太阳帽 在五彩缤纷的梦买节日中 愉快地漫步 就看起来非常的真实 而一个玩具机器人 穿着紫色的衣服与牛仔鞋 在南极洲上 看起来就会有动画的风格 或是穿着白色上衣与牛仔裤的袋鼠 正在南非散步 在不同的提示词下 都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结果 有兴趣的人 可以到影片的资讯栏里面找到连结 刚才介绍的都是由文字到影片的范例 但是你知道吗 SORA也可以透过其他输入进行提示 例如图片或影片 这项功能使SORA 能够执行各种图片和影片编辑的任务 创建完美的巡回影片 把图片变动画 向前或向后扩展的影片的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只使用搭理模型 生成出来的贝雷帽和黑色高领毛衣的柴犬 当搭配SORA之后 就可以变成栩栩如生的动画 而可爱的平面设计 怪物插图 当然也可以让它们毫无违和感地动起来啦 非常的有趣与可爱 写上有SORA的现实云的图片 可以直接变成非常棒的影片开头或结尾的影片 这个动画的细节也是非常的棒 当有一些违反常理的点子 例如在一座华丽的大厅里面 巨大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并开始崩塌 两名冲浪者抓住时机 熟练的驾驭海浪 当加上SORA之后 完全就有了电影的感觉 虽然冲浪的部分有些不顺畅 人都飞到空中了 但海浪的动画跟平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好像没什么差别 尤其是最后海浪都往镜头来了 好像是在看3D电影 SORA还能够在时间上向前或向后扩展影片 下面是三个影片 它们都是从生成的影片片段开始向后延伸 所以这三个影片的开头都不同 但所有的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相同的 注意看会发现三个影片 一开始都各自有各自的片段 但最后都是回到一样 旧金山街景的场景作为结束 使用这个方法 SORA就可以向前或向后扩展影片 以生产无缝循环的影片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一个越野车的无线循环片段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更惊人了 抓好你的心脏 小心不要让它跳出来 SORA能够临镜头的改变输入影片的风格和环境 画面上的左边是原始影片 而右边我可以选择想要的风格跟环境 例如彩虹跑道 让我怀念超级马力赛车里面的跑道 像素风格则很像是在玩mycraft的赛车 而中世纪风格跑车就直接变成马车了 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车子 想要复古老爷车那当然也不是问题 在天气上也可以有所变化 让影片不变但天气变成冬天就会看到地面跟周围会有雪 在影片编辑上将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使用SORA在两个影片之间做编辑 在不同主题和场景之间进行高精准的无缝结合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无人机的飞行片段 另一个片段是蝴蝶在水里面的画面 当SORA将两个画面结合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 仔细看一下无人机变成蝴蝶之后画面融合到海里的场景 非常的神奇 还有这个航拍俯瞰的一个景点的镜头 与迷你雪人小村庄的画面 当SORA将两个画面结合之后 仔细看一下航拍俯瞰的场景切换 它直接在景点上加入了雪人小村庄 而且是增加在城墙后面的 感觉就像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 下一个也非常的神奇 现在看到的是旧金山以前韬巾的画面 还有城市被海淹没的海底世界 当SORA把两个融合之后 可以看到一样的城镇画面 但沿着河流转个弯就来到了海底世界 这真是太会融合了 SORA也能够生成图片 它可以产生各种尺寸的图片 解析度最高可以到2048×2048 这点大家应该也不意外 如果影片都能生成出来 那图片肯定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以为这就没了吗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有玩过我的世界的观众 应该会对这个画面不陌生吧 但我现在跟你说 你看到的这段画面 完完全全是用SORA生成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跟你说 你分辨得出来吗 当然SORA目前还有很多限制 毕竟AI的影片原年才刚刚开启 例如它不能准确的模拟 许多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 例如玻璃破碎 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真假的 但当SORA想要创造杯子破碎的时候 杯子就直接腾空飞起 违反了物理学 但就像是我每一次 一直都在提到的 目前看到的AI 不管工具画面影片 它都不会比现在看到的 还要更差了 它只会越来越好 而SORA它到底是影视界的助手 还是凶手呢 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想知道最新的AI消息 别忘了到影片资讯栏里面 订阅我的免费AI电子报 如果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 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 看到我发布的影片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